你要多重判断 除了用if,else,if之外 另外有個switch 不過說實際上有的時候 我自己的習慣 如果能不用switch case 就不用switch case 因為if,else,if,else,if 就一直都可以寫得出來 其實兩個是可以得到一樣的結果 那switch case又比較麻煩 所以我有的時候盡量就不喜歡用它 那不用也還是做得出來 那只是說你要知道 要有這個東西存在 那它的用法呢 基本上也是類似的 只是差別說 把那個if改為switch 後面一樣是一個條件 一樣是一個小刮鬍 只是說後面它這個地方的這個變數 有沒有 這個變數名稱 這個變數類型 在那個1.7以前的版本 只能夠是那個 基本形別 所謂基本形別就是說 不包括字串 也就是說它不能夠判斷字串 可是if可以判斷字串 反而不好用 那可是1.7以後的版本 又可以判斷字串 那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說 到底將來的版本 將來你java的版本 是每一個都升級成1.7的最新版本 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用switch case去判斷字串 風險就很大了 有時候如果它舊版的 那你結果出來就會error 又有bug出來 所以我盡量能不用就不用 那以這一題來說的話呢 我們GPA它是宣告為一個chart 一個字元不是一個字串 那字元裡面有沒有 就前後要加什麼 單引號 比如說呢一個字元最單純的 比如說A 如果是A的話 那就輸出什麼 成績超過80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假如說要去符合switch case的話 就必須把那個剛剛一輸出來的結果 不是秀出它的等地 而是什麼 就把最後的結果 把它再丟給這個 丟給什麼 丟給一個那個 這個字元的變數去存放 然後再利用switch來判斷 其實很瑣碎 那這裡特別注意呢 這個case後面呢 就是什麼樣的case 比如說A的話 那輸出這個 另外特別注意呢 也很多同學會漏掉一個東西 break 有沒有看到 這個break 如果說你漏寫的話 不寫也一樣可以過 可是會變成怎樣 就是它不會跳過